這這位新娘子身份曝光 以前是燕光師 擁有高學歷 老公則是中和殖民烤鴨店的第二代 下了班 兩個人一起熱血騎重機 現在剛結婚 童新拼家族事業 獨門的醬汁 也吸引了不少老饕上門 猛催油門來個帥氣壓身 可甜可帥 在上面的是車齡三年多的女騎士 娟娟 下了重機後 身份可是烤鴨店的廚師 戴著手套 刀工俐落 剁著鴨肉 接著下鍋大火快炒 招牌料理大功告成 一開始他是炒鴨子 因為其實女生甩那個鍋子 其實那個鍋子還蠻重的 而且鴨子又有重量 然後一開始其實我不會甩鍋 那之後就是可能甩個一兩個禮拜 慢慢的會了這樣 娟娟因為穿婚紗 其重機成為網路焦點 原來她可是這間烤鴨店的新嫁娘 超過五十年歷史的中和烤鴨店 在地人都知道吃這一味 現在第二代慢慢接手經營 拓展第二間店 月銷三千五百到四千支 月營業額高達兩百萬元 我爸親戚那邊接下來之後 然後他在我爸五十幾歲的時候 從親戚手上接下來之後 就開始自己研發香料 然後包括用料的拿捏 然後把這間店做起來 嚴選桃園養殖廠的土番鴨 利用甜麵醬加味噌 製造成獨門醬料 是不少老饕必訪的店面 圈圈和老公都是重機愛好者 曾下班後熱血騎上武嶺 接著環島兩天一夜 兩人今年九月 全力步入禮堂 除了共同拼烤鴨事業 還要持續騎重機挑戰自我 記者綜合報導